各位锦衣奶奶们肯定不会忘记锦衣之下完结的时候镜头 恰好拍到金夏和大人一起回家 镜头给了远景 金夏靠着大人 路易无比宠溺 还放话 等金夏嫁过来 钱都归他管 除了两个远去的粉蓝身影 还有一个人默默地注视着两人 没错 这个人就是存浮小可爱 三年来 他也一直游荡在外 虽然时有跟金夏众人联络 也大抵都是在为了大人的事情出谋划策 出钱出力 此时的残浮 略有些风尘仆仆 许是刚出完什么差事 匆匆赶来 着装不是飞鱼服 虽然只看到大人的背影 但露出会心一笑 铁血锦衣卫 也有兄弟情 这份情意 含蓄而忠诚 不似爱情那般热烈 但也令人十分动容 他这一笑 为大人释怀 也为金夏 这三年 看着金夏对大人的痴情 层服内心有失落 更多的是替大人开心 得妻如此 夫妇何求啊 看到他们终于牵手走在一起 也算圆满了 此时 雪花还在沸沸扬扬地飘落 一阵寒风吹过 层服感受到一丝疲惫 转身而去 金夏陪着陆毅 就这么走着 走着 他们走得很慢很慢 仿佛要把失落的时光都补回来 细腻的雪花轻舞着纷纷飘落 冬日的暖阳也泛着冰冷的光晕 然而金夏却一点都不觉得冷 大人的手 太暖了 咕噜噜 金夏的肚子 适时地打破了和谐的画面 又饿了 陆毅宠溺地看着金夏 呃 等你挡得我都饿了 金夏又傻呵呵地看着陆毅 走 带你去吃好吃的 陆毅浅笑着回应 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拉着金夏下意识地快走一步 金夏没有一步 笑叶如花转而闪过一丝忧郁 陆毅也停了下来 低了下头 两人都没有说话 时间停滞在那一刻 思绪飘沸 过了许久 金夏才低声向陆毅说道 大人 我们回家吧 我带你看看他 好 元家小院门口 两人默默走来 金夏推门 和陆毅一前一后进了屋 元大娘早已备好了午饭 看着两人进来 赶忙起身 准备肉饭 能 我们回来了 金夏提了提精神 冲着元母挤出一副笑容 回来就好 赶快坐下 我去把这饭热热 都凉了 元大娘答应着 起身 伯母 有劳了 陆毅上前坐衣 千功而不失儒雅 啊 一家人不说客套话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元大娘一边接应着 一边端着盘子往厨房间走 脸上是笑意 心里是欢喜 经过这招雪的事件 元大娘更认定了这个女婿 金夏拉着陆毅往里面踱步 一方小小的攻台映入眼帘 两人对视一下 拱手作衣 曾经重重 历历在目 唯愿蓝事还能相遇 李毕 金夏拉着陆毅在桌边坐下 No 快点 我都饿死了 金夏冲着外面撒娇道 同时双手握着陆毅的一只手贴在侧脸 睁着大大的眼睛 露出一个可爱的表情 许是看陆毅情绪不高 想调剂一下 来了来了 这么大的人了 就知道吵吵 还跟个孩子似的元大娘 端着两碗饭进来 一边放在两人面前 一边数落道 惠惠 娘最疼我了 金夏撒娇道 大人 来 快尝尝我娘的手艺 可好吃了呢 说着 就给大人夹菜 就你嘴甜 元大娘嘴上嫌弃 却喜上眉梢 吃得也堵不上你的嘴 陆毅 不对 陆大人 你也吃 快尝尝 元大娘转而跟陆毅说道 伯母 您还是直接叫碗辈陆毅吧 嗯 以前你家里人怎么叫你呢 元大娘关切地问道 家父家母在世的时候 换碗辈义儿 陆毅略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 义儿 义儿 这个好 亲近 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 元大娘自言自语道 眼神里都满是慈爱 自打父亲去世之后 再也没有人换他义儿了 这两生义儿 又唤醒了家的感觉 元大娘和金夏都纷纷给陆毅加菜 陆毅看看元大娘 又看看金夏 一家人 其乐融融 好久好久 没有这么温馨的画面了 一阵暖流涌上心头 陆毅笑了 力气退静 满眼温柔 从此 他的生命里 不再清冷 估计只有守着一个念想 也不再永远不顾生死 只为胸中大义 金夏带着家人 给他一个温馨和安身之所 这些人 陆毅是之如命 既是盔甲 也是软肋 不能失误 不可辜负 月西酒楼 众人围坐一桌 酒席全满 空着四个位置 一次坐着杨捕头杨成万 盖书杨大监 灵仪灵灵 尚关西 杨月 这时 杨捕头发话了 我们自己给他们庆祝吧 以陆大人的个性 此时应该不会来我们这里 来大家举杯 魏夏儿也为陆大人干一杯 杨大哥说得没错 我们替他们开心就好 不论他们现在在呢 灵灵也附和道 来 干杯 众人说道 都满心欢喜 汐儿 你就别凑这个热闹了 大阳温柔的知会上关西 那你喝两杯吧 我也好替陆大人和惊吓高兴呢 上关西娇羞道 好好 都依你 大阳还是一如既往的傻笑 来吃点这个 这是我特意给你和宝宝做的 尝尝 好 上关西举起筷子 刚送到嘴边 突然手臂一晃 身子微微有些震动 食物掉了 上关西想起身躲避 猛地起身 发现无法直起身子 下腹开始隐隐作痛 汐儿 你没事吧 杨月急忙关切地询问 手已经搭在上关西的肚子上了 不要紧的 肚子有点痛而已 上关西比大阳淡定多了 缓缓地说道 先坐下来 平稳呼吸 林林一边说道 一边把手搭在上关西的脉部上 是不是要生了 林文 盖叔问道 林林好脉 已经有迹象了 我去准备点提气的汤水 你去请接生婆 大家各自准备起来吧 估计晚上就要开始发动吗 汐儿 你 你要坚持 坚持一下 我 我 我马上去请接生婆 等我啊 大阳又急得语无伦次了 不用那么急 没有那么快的 上关西面色恢复了一些 称笑道 林一和盖叔互换下眼神 林一起身去准备了 轻轻出了门 盖叔也跟了出去 杨捕头也吩咐家里的小丫头去准备起来 大阳还是镇定不下来 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围裙都没摘 不知道是太着急了 还是心落在上关西那边了 进了院子就往里屋冲 还一边喊道 张婶儿 张婶儿 快点 麻烦您一趟 我家娘子要生了 夸 夸 大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抬头 竟然看到了今下一家人在吃饭 原来大阳太着急了 竟然直接跑到原大娘家了 众人一时间语色 还是惊吓反应快 大阳 你说什么 哦 哦 陆大人 你回来了 哦 哦 啊 我是说 夕儿要生了 接生跑 啊 我先走了 大阳 转身就往外跑 大阳 北极 这次别跑错啊 大人 我们得去看看上官姐姐了 虽然是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 惊吓转向陆一 好 陆一点点头道 好久没有看到大家了 没想到 着实仓促了点 袁大娘已起身 先不收拾了 一起去看看 凑 那 今下说着就过来搀扶原母 不用 今下 你去礼物 把我放柜子里的盒子 拿出来 袁大娘不紧不慢地把围裙摘掉 又理了礼衣服 那 您想得真周到 礼物都备好了 还是两份 今下忽闪着大眼睛 笑盈盈地看着原母 一手一个礼盒 那可不 这种生孩子的事情 你们哪掐得准 不得我给你提前背着 原母笑呵呵地硬着 走 一起去看看 好累今下挽着陆一 一行三人出门了 这种生孩子的优优优独播剧场——